今年4月份,当红明星黄景瑜和她前妻,终于来了一个世纪大和解,两人在社交账号各自住好。 结果和解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黄景瑜的前妻王雨昕,又亲手把黄景瑜送上了热搜。 当所有人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王雨昕在互联网弄死前夫黄景瑜,说她压根就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还说她是一个格外油腻的利己主义者,只想着自己利益最大化。 从王雨昕的愤怒语言,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次的黄景瑜又惹上大祸了,对她开炮的力度那可不小。 网友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十分好奇,王雨昕都已经在互联网上怒对了黄景瑜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是不肯把离婚真相说出来呢? 只要把离婚真相说出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莫非是说王雨昕只是想通过黄景瑜为自己来博取热度吗? 就在网友指责王雨昕用心不轨的时候,王雨昕爆出了内幕,如果一旦把离婚真相说出来,黄景瑜工作口碑,尽悔都还不说,要赔的钱达到了两个亿。 在说出这段话后,网友更加好奇了,他俩离婚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王雨昕会多次在互联网上辱骂黄景瑜? 娱乐圈离婚的夫妻数不胜数,但很少有夫妻在离婚之后会像他俩一样互私的。 比如说王月昕和他的前妻吴雅婷。 前段时间,王月昕举办了演唱会,作为前妻的吴雅婷,也是特别配合王月昕的工作。 把两个孩子教育得相当不错,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吴雅婷和王月昕也是出自内心的开心。 虽说双方已经离婚了,但也不至于闹得不可开交,毕竟曾经也是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那时候爱对方也是真心的,不然不会选择结婚。 但也有一些人,经常喜欢拿离婚来说事,比如说大S和汪小飞,他俩的爱恨情仇,说几天估计都说不完。 每隔一段时间,两人就会把一些过往全都在网上曝光出来,不给对方任何体面,恨不得把对方底裤都扒下来。 和大S和汪小飞非常相似,黄景瑜的前妻王雨昕也是这么做的,他已经在互联网上辱骂了黄景瑜好几年。 当时,在得知黄景瑜和迪丽热巴传出绯闻的时候,他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疯狂地辱骂。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刚开始黄景瑜和黄景瑜的经纪公司对于这样的辱骂从来没有当面进行过回应。 这也让不少人觉得很有可能,这个人是故意出来抹黑黄景瑜的,毕竟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听到黄景瑜说自己已婚的消息。 看到黄景瑜迟迟不回应自己,王雨昕的所作所为也变得更加的过分,甚至还爆出了自己和黄景瑜的照片。 不过,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也有人觉得可以辟出来。 黄景瑜的一些粉丝也来到了王雨昕的评论区,表示如果还敢这样做的话要告他。 看到这样的情况,王雨昕不打算容忍了,警告黄景瑜如果还不进行回应,别怪自己不客气。 或许是知道事情瞒不下去了,黄景瑜首次进行了回应,表示自己确实和这一名女子领过结婚证,但两者之间没有小孩。 在黄景瑜回应这件事情后,热搜榜直接被占据。 因为他回应的时间点非常尴尬,这个时候恰好是他和迪丽热巴非闻闹得最凶的时候。 全网各种科CP的人都有,结果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黄景瑜竟然被曝出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 迪丽热巴的粉丝看到这样的情况,也立马来到自家爱豆的社交账号下,让迪丽热巴和黄景瑜躲得远远的。 毕竟黄景瑜的这一个前期情绪实在是太不稳定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出来炮轰黄景瑜一次。 如果迪丽热巴在这个时间点坚定地和黄景瑜走在一起的话,恐怕自身的事业发展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毕竟当时他发了一张图片,上面带有一个和黄景瑜名字比较相似的金鱼都被网友给炮轰了。 从现在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迪丽热巴还是不要被这件事情给牵扯进去了。 其实,早在2018年,黄景瑜事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有消息爆出太隐婚的事实。 只不过这时候,由于他的事业还没有取得太大的发展,经纪公司害怕有其他的幺蛾子闹出,立马就否认了所有。 还把黄景瑜打造成一个单身人设,每拍一部电视剧,就会和里边的女主,又或者是流量女明星传出绯闻。 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增长热度,后来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一直到2023年,他和迪丽热巴传出了绯闻。 这时候的迪丽热巴算得上是娱乐圈中的一线明星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黄景瑜的前妻坐不住了,立马就把离婚证家暴图给晒了出来。 各种图片都爆了出来,黄景瑜想瞒也瞒不住。 后来不知道他动用了什么手段,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黄景瑜的前妻和黄景瑜冰释前嫌,两人在社交账号上公布了之前的关系。 同时,也希望两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成为好朋友。 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件事情会告一段落的时候。 王雨昕再次发文,黄景瑜的嘴脸实在太过于丑陋,为了工作需要找自己帮忙的时候,态度就相当地诚恳。 等到自己的目标达成,立马就和身边的人吐槽自己,说王雨昕毁了自己的工作。 看到这样的情况,王雨昕忍无可忍,可能在黄景瑜这一些女粉丝的眼中,她是渴望不可得的男人,但在王雨昕的眼中,她却觉得黄景瑜是全世界最无赖的男人。 王雨昕表示,黄景瑜出而反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只要自己把知道的内幕爆出来一个,黄景瑜以后就别想混下去。 从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现在的王雨昕对黄景瑜真的是恨之入骨。 看到黄景瑜没有理会自己,王雨昕变得更加的愤怒,这一次的她公布了三个重要的消息。 这三个重要的消息足以把一个男明星给毁掉,他们分别是分手费,小三,家暴。 王雨昕十分清楚喜欢黄景瑜的绝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任何女性听到这三个词都难以接受,因此这也相当于踩中了她的死穴。 就在这件事情,热度居高不下的时候,又有一个消息爆出,那就是疑似黄景瑜在婚内偷吃的照片。 有一名网友表示,在黄景瑜姥姥去世后,她的前妻王雨昕还去到了老家进行守校,结果这时候的黄景瑜却表示自己工作繁忙,回不来。 看到这样的情况,王雨昕也表示自己理解,让黄景瑜先忙完工作再说,自己替她在家中守校就可以了。 谁知道这时候的黄景瑜压根就不是在忙工作,而是和其他女人睡觉,不回家。 如果说这一名网友只是发一些文字的话,可能确信度还没有那么高,毕竟口说无凭,但问题是还放了许多的照片进来。 这也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而且,黄景瑜的前妻还晒了许多家暴的图片以及去医院诊断的图片。 现在来看的话,黄景瑜针对这件事情还没有进行任何的回应。 因为这时候她知道,不管是自己回应什么,都相当于是坐实了这一些罪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回应。 而这一次的黄景瑜之所以会拿着之前的陈年之骂事出来说,那也是因为黄景瑜已经触碰到了自己的底线,本以为两人冰释前嫌后不会有任何的交集。 结果黄景瑜还在媒体以及共同好友之间面前,不断地明朝暗讽自己。 两人这段关系出现问题,在黄景瑜看来的话并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在黄景瑜身上。 谁知道黄景瑜不仅没有反省自己,反而还在责怪王雨昕给自己的事业带来了影响。 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做法,让王雨昕很是愤怒,忍无可忍的她决定把这件事情给公布出来。 但也有网友觉得,王雨昕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博取热度。 因为,她虽然在互联网上吐槽了黄景瑜这么多次,每次都把黄景瑜骂得狗血淋头,但始终没有把两人离婚的真正原因给说出来。 也有很多人怀疑,她是不是虚张声势了。 如果还不把事情真相说出来的话,恐怕过段时间再拿这些事情出来说就没有网友愿意买单了。 你觉得两人离婚的关键原因是什么?